人类从创世以来 各种灾难包括瘟疫就与人类如影随形 各个文明的历史中都有无数的记载 一些大瘟疫对人类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们或者改变了某些文明的历史走向 或者成为改造换代的先兆 甚至导致了一些文明的毁灭 人类历史上又记载的死亡人数超过10万以上的大瘟疫 就不少于20次 欧洲最早被记录的大瘟疫 是公元前430年到426年的古希腊雅典大瘟疫 它导致了7.5万到10万人死亡 而公元541到542年 发生在拜占城帝国的查士丁一大瘟疫 使2500万人丧生 这次瘟疫是比较明确的鼠疫的第一次大流行 800年后的1347年到1352年 鼠疫又在整个欧洲爆发 这就是著名的黑死病 它使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超过7500万人消失 而在中国古代 根据中国古代疫情年表 从公元前674年的东周时期 到1840年清朝的2500年间 共有826次疫情记录 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东汉末年的建安大瘟疫 估计超过1000万人受人死亡 每次大瘟疫过后 幸存的人们都会思考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大瘟疫 如何防止这些大瘟疫的发生 如何在大瘟疫中幸存下来 历史上无数的大瘟疫 已经给了人们很多的历史教训 尤其发生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四次大瘟疫 就很耐人寻味 公元33年 耶稣被罗马帝国犹太神总督比拉多 判处死刑 定死在十字架上 公元64年 罗马城发生一场大火 罗马城几乎被全部烧毁 帝王尼禄借此嫁祸基督徒 开始抓捕杀害基督徒 15年后 罗马城内发生了一场大瘟疫 每天死亡打万余人 公元161年 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基位 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产出基督教 还用种种酷刑 强迫基督徒放弃信仰 对不放弃信仰的基督徒 就将他们处死 或扔进斗手场让满洲咬死 5年后 史称的安东尼大瘟疫 降临罗马帝国 公元3世纪期间 罗马帝国陷入动荡不安 实称三世纪危机 公元249年 德西乌斯继位 他把帝国的衰落 归罪于宗教信仰自由 于是颁布斥令 要罗马圣民 都必须放弃对基督的信仰 并派军队挨家挨户 搜捕基督徒 要他们献祭 去崇拜罗马帝王和罗马的神 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250年 西普联大文义横扫罗马帝国 罗马后继的几个帝王 继续对基督徒的迫害 戴克里先于公元303年 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将基督徒士兵开除出军队 把教堂的财神捉弓 教堂的书记烧毁 基督徒要么放弃信仰 要么被处死 直到公元313年 军事坦的一事和里希尼共同颁布米兰招书 使基督教合法化 才结束了对基督教的迫害 但是200多年后 公元541年 查士丁一大文义降临罗马帝国 并席卷欧洲大陆 带走了2500万条生命 历史学家认为 罗马帝国的这几场大文义 是上帝对罗马帝国迫害振兴的天谏和惩罚 也与当时罗马帝国社会分歧糜烂 道德沦丧 文化病态 民分淫乱有关 面对大瘟疫的来临 上至皇帝 下至庶民百姓 无处躲 无处藏 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 在一次次大瘟疫的打击下 一步步衰落 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 当时很多的基督徒 无论在罗马帝王的迫害中 还是在一般人看来 病人绝望的打瘟疫中 都始终没有放弃对神的振兴 他们认为 瘟疫以及各种灾难 都是上帝对人的警示和惩罚 保持对神的振兴 才能不惧死亡 才是在瘟疫中生存的关键 当时很多人一染病 就被他们的亲人推到大街上 而基督徒主动关怀照顾病者 染病的很多基督徒得很快康复 甚至他们不信基督的家人和邻居 也随其康复 有基督徒的城区 染病者的死亡率 比其他城区要低得多 这在历史的记载中被称为奇迹 这幅油画表现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公元590年 罗马发生了大瘟疫 这场瘟疫被认为是 查士丁尼大瘟疫的延续 当时人们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们罪的惩罚 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和忏悔自己的罪 教宗格里高利一世组织了一丝大游行 游行中人们为自己的罪业而公开表示悔过 并请求上帝的原谅 人们抬着圣玛利亚的像 在罗马城中不停地行走 城中污浊的空气逐渐清朗起来 人们还听到了天使的歌声 格里高利看到天使 米加勒站在哈德良布堡的房顶上 擦拭着一把血迹斑斑的宝剑 并把剑插入窍中 格里高利于是明白 这是神传式的疫情结束的信号 由于这次事件 人们从此把哈德良木堡叫做圣天使堡 在西方文明中 希腊和罗马神话里 阿波罗是太阳神 除了掌管音乐 预言 还负责医药和医术 他不但解除人们的病痛 同时还给人带来瘟疫 而在中国古代则有无闻识者的说法 他们是中国民间兴奋的思瘟疫之神 中国古人对瘟神是既害怕又敬重 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 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 推天到一名人士 灾疫就是上天的谴责警示和惩罚 统治者事真过失 于人心不得是产生灾疫的根本原因 所以当灾害降临 如四季不明 陨石地震 旱灾洪水 瘟疫横行时 皇帝会躬身自省 祭天地神灵 忏悔自己的过所和失误 有时会对全天下颁布罪纪招 如汉武帝刘彻 唐太宗李世民 秦康熙帝等都发布过罪纪招 人类从古至今 瘟疫等灾害无可避免 但无论东西方 古人们在大灾 瘟疫发生时 都会认为瘟疫是神对人类的天谴 有信仰和道德操守的人自省找自己的原因 并与行为和道德的好坏相联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 罗马四大瘟疫是神对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惩罚 西普连大瘟疫的爆发和流行 几乎和德西乌斯发动的迫害同时 曾经下令迫害的罗马帝王尼路 奥利利乌斯和克罗迪乌斯 都直接遭到报应而染病身亡 颁布法令迫害基督徒的戴格里仙 虽然躲过瘟疫 但也没有逃过人间的惩罚 被元老元处死 并连累家人 罗马帝国一蹶不振 并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虽然军事坦丁大帝短暂地重新统一了罗马 停止了迫害 并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但这也无法阻止罗马帝国的持续衰落 三百年后 查士丁一大帝起初重建罗马帝国 但是一场大鼠疫彻底摧毁了他的梦想 也把衰落的拜占庭帝国进一步脱向灭亡 在中国古代 东汉末年的建安大瘟疫 明墨大瘟疫和清墨大瘟疫 都是改朝换代的前奏 唐朝天宝年间的大瘟疫后 安史之乱爆发 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朝 由盛转衰 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 尤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 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 而越来越不相信神 思想行为也越来越偏离人类的传统 在遇到大灾难时 多用行政办法和科学技术 来阻止瘟疫的传播和蔓延 再也不会去寻找人类自身道德的原因 大多数民族和人也不再真正相信神的护佑 或只求神的保佑而不去找自身社会道德的原因 尤其十七世纪以来 虽然人类的科技越来越发达 先进 但人类遇到的大流行也越来越多 规模和范围也越来越大 病原体也五花八门 病原体的变异性和抗药性也越来越强 现在人类正面临着武汉肺炎在全球的肆虐 中共病毒源自中国武汉 在中国爆发并迅速传遍全球 已经导致300多万人确诊 20多万人死亡 与罗马帝国当年迫害基督徒 而造成的大瘟疫爆发极其相似的事 如对不受中共控制的基督教家庭教会 西藏僧侣 新疆维吾尔人 香港要求自由的学生 中国的维权民主人士 法轮功学员等等 尤其对法轮功学员采取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截断 肉体上消灭的政策 不放弃信仰 就被罚款 洗脑 关押 酷刑 甚至被活摘弃管 百万新疆维吾尔人 被关进集中营进行强行骑恼 其迫害的范围和程度 都远超当年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迫害 历史在重演 这场大流行难道不也是对中共政权的天前吗 Engine 结合